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13日 那麼我們呢 今節要講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因為常常講一些比較 嚴肅的 大家都會覺得很辛苦 適當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點調劑一下 這一節呢 我們是想講一些社會現象 那麼香港呢 在這個早幾年 有一位立法會議員 雖然被DQ了 他也曾經跪圍 香港人很慘 沒有地方搏東西 那麼這個 真的是一個香港的社會現象 我們香港真的是沒有地方搏東西 所以就發生了很多悲劇出來 這次的主角 就是叫做時代中國 當然 時代中國就不會搏東西的 問題呢 一個時代中國 這家上市公司的高層 就可以搏東西 那麼事源 大家 只要在Google 打出這個時代兩個字 即時會顯示 時代中國 即是 這件事是多麼HOT呢 時代中國 編號 就是1233 這家是香港的上市公司 他是一家內房估計 號稱中國房地產 50強 中國財富500強 聯交所上市編號1233 或者是01233 那麼他呢 事源他們有一個CFO 財務總監 或者是首席財務官 那麼 就在的士上 就跟女兒 發生一個很親密的行為 那女兒 迫不及待 當然是 做出一個 很令人詫異的事情 因為那是一個的士 的士的 後鏡 就拍了整件事 總共呢 有兩至三分鐘的短片流出市面 一時間 使得這家時代中國 人氣急性 我們說之前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那麼 這個 情慾的士短片 其實之前香港也發生的一宗 一年鬆一點 一年 多之前 我們香港有一個 歌式 許智安 以及他的朋友 女性朋友的黃心穎 又是因為忍不住 在的士上 親密的行動 又抱又抱 事件 令到這個許智安 成為一時間的風頭人物 黃心穎也是被無線 即時打入冷工雪藏 而要拿 床去加拿大 想不到一年多一點後 又是一個姓黃的 不過這次是男性 就叫黃永年 時代中國的CFO 這位CFO 當時跟他的女伴 上了的士 就十分之 情慾高漲 在 在 的士上面 當然是 疼了很久 是 出自一番真情 短片裏面 這對男女 是真的旁若無人 也不理他那是一個的士 做出一個很親密的行動 據這個看完片或是我看完之後 都認為 看到這條女 是幫他取消 這條片 可以說是 兩三分鐘的取消片 將時代中國 毀了 大家想想 一家公司 在香港上市 不多不少都經過一番努力 但是 一家時代 中國這家的股份 這家上市公司 在香港為人所熟悉的 竟然是因為取消 這個 我想 不是 他們的上市原意 也使得很多公司 或者 做生意的人 是覺得很沮喪 我們努力 做那麼多生意 竟然 原來我們要紅 是要靠吹消短片 這次 上個禮拜應該說 主角被人家眼尼的網友認出了事件中的男主角 就是 時代中國 的高層 現在時代中國的市值有280億左右 一家小型的內房股 CFO 星期五就辭職了 公司今天聯交所 在聯交所公佈 那麼 星期五 這位 王永年 辭職 由這個叫牛齊文 接替 這個是副總裁來的 接替他CF職位 他說根據內部通報 王永年的行為雖屬於私人生活 但嚴重違反公司價值觀及企業文化 因此撤銷首席財務官及助理總裁 兼香港公司總經理的職務 那麼他這位王永年就是 19年7月接任時代中國的首席財務官 做了一年 剛好一周年 他主要負責財務報表及投資者關係事務 我們看到這個 他的公司的職位 他未必全錯 是不是 因為你不能夠 否定 這位女士 幫他取消這位女士 他是擁有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中國 公司 的股份 他有機會是投資者 如果他持有這家公司的股份 是一個投資者身份 那麼作為這個 守席財務官 也是做了這個 負責投資者關係事務的王永年 跟他 有一個聖上面的交流 我覺得又是無可厚非呀 人家買得到我的股票 當然 未必 條條女士說要求跟他取消 他也會肯給的 是不是 我認為他們也是有一番的 有一定的友誼 一定 即是有一種 有一定程度的友誼 才可以發生這件事情 不過 他們只是選擇的地點是錯誤 如果 他們一早 是一個安排了一間有格調的酒店 在裏面 翻雲風雨好 喜歡取消 喜歡彈琴 喜歡 淫屍作對 堂屍三百首 沒有問題的 現在問題 就是他們在一個錯誤的時間 在一個錯誤的地方 做出一些 很正常的行為 甚至乎 這位王永年先生 可能是為了這間 時代中國這間公司 向這位 投資者 介紹這間公司的好處 就是這間公司 有一位那麼優秀的 這個 財務總監 所以你是值得投資在這間公司的 不過 這次 這位女性 即是幫她取消的位置 暫時沒有人可以找到她的 身份 所以 她那個是不是一個投資者的角色呢 我們暫時是一個謎 暫時也沒有辦法去知道的 她辭職了 當然是 對公司來說是一個影響 是不是 因為你公司 從來都沒有人認識的 你不爆這件事之前 誰知道你有這間公司嗎 香港萬九的上市公司 是不是 又不是很炒 又不是很大生意 這些小公司一間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他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我相信 他如果是 繼續在上市公司界打滾 以他這個 端正的外表 就配合他那個 高度配合為公司就籠絡一些投資者關係 希望 如果透過性交流方面 跟這個投資者作出一個性交流 或者促進這個投資者去入股 可能 也會 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如果 我那個 的士上面的主角 是 一個是黃先生 另一位是男士 相對來說可能就 影響會大一點 我相信 那麼現在 這位 吹消這位是一個女士 很正常 問題是在的士上面的意思 要怪呢 其實應該怪的士司機 為甚麼如此大整股 你一早就跟他說 賣一段影片給你吧 收回多少花紅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時代中國 裡面公司的盈利給他呢 可能是別人也想要的 現在這件事搞大了 其實也不是壞事 首先這間公司 也可以叫做 曲線 幫他 聲明大噪 香港人 其實真的是很悲哀 一個 在內房股 成為一個CFO人工 可能十多萬也有 那麼 竟然 都找不到一個地方去進行一個吹消的活動 那麼你想想 其他香港打工仔 月薪得萬多元的 是不是更加慘 我們 要由這件事反省我們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沒有地方打工仔 其實真的很慘 那麼現在英國放寬了給我們 英國的領土比香港大很多 然後五眼聯盟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美國 相繼來說也會繼續放寬 那麼所以呢 我們香港人將來 博野的空間 是大大提高了 那麼我覺得 其實是對於這個 社會上的氣氛是會有所緩和的 大家有地方博野嘛 那麼這次 我認為 吹一次燒 毀滅了一個時代的中國 那麼這個中國 是一個時代的中國 那麼這次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